大家好,又回來了 1月出片,出到現在4月5月了 跟大家說說,這個大家這麼熟悉的畫面 可能拍多一至兩條片 可能會轉的,因為接下來我會搬的 我會找個長一點或大一點的地方 嘗試拍片 可以拍到一些長一點的窗給大家看看 因為曾經有人留言跟我說,我這裡是首槍的頻道 其實沒辦法 位置只有這麼大,想拍大支支都不行 接下來我盡量安排一下 說回主角,Grok 18,Grok 18C 先看看經典的東西 先看看吧 Grok 18 Marui Base 換了韓國牌子的鋁 slide 鋁外館 這套東西會跟鋼飛鶴 換上一個鋼飛鶴 換上一個鋼飛鶴 有人會問,這些韓國牌子的鋁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首先,因為它的鋼飛鶴會特別漂亮 沒有那麼容易花的 因為我自己也嘗試過 別的牌子輕刮一刮就會見銀 這套東西可能要大力一點,刮深一點才會見到銀 二來,人家有些特別的東西 就像這裡一樣 你看到飛鶴套是有連動的 你一退後,沒有上課 意思就是沒有,沒有突出來 然後你一上課 你會看到飛鶴套就突出來 再看一次可以 所以這些就是值錢的地方 除了這套東西 還有其他東西 當然不是只有這麼少 你可以看到這套 這個位置會有一粒鋼的鐵片 防止你玩SlideDop的時候 就刮到它 這裡是變了型 它會突出了一點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影響到這裡的形狀 那我這套就改了 很明顯你看到Hop了 飛機左這些都不是原裝東西 其實大概看顏色,看造型就知道了 下身都可以改了 前面的Trasse 後面的Trasse 連發的那顆 Tricker Bar 這顆 忘記了什麼 Hammer 接著那顆Wooler 可以改了 已經 都大改了 好玩的 這支已經 好 第二支 看看Glock 18 C 這支C 配置比較現代 加熱甲底 還有電筒 還有所謂的托 你看看 18C開過托 也進不完鏡子 真的要找找地方才行 這支呢 同樣 一模一樣地 都是換了韓國牌子 你看到這個一樣會連動的 看到一樣會連動的 很棒 這支呢 都是跟鋼飛鶴歐 換了鋼槍 換了鋼鋼 換了鋼鋼針 走 這支呢 簡單點 這支是普通的 VFC base 這支是玩了個 飛機座 這個是VFC 沒有什麼特別 下身很明顯 看這個 就知道是VFC 當然 它原本已經是 一顆東西換了 鋼鋼鐵 鋼鋼鐵 還有這顆 剛才忘了叫什麼名的東西 都可以算是 撿得的都撿過一下 那就 大約就是這樣 之後開始 就 介紹 用一支十八來介紹 如果想砌十八這支經典東西的師兄 其實有些東西要準備 首先 它的回塘桿是不同的 你可以對比 它的回塘桿是有少少分別的 這個要準備的 接著 第二樣準備 就是夾底 大家可以給大家看看 看看 這支是gen 2 的夾底 即是舊版 這是新的 你看到是 簡直是不同的 完全是整塊底板的細節 是不同的 需要準備的 若果不用普通夹,想弄加2夹底 都是一样的,有分别 这款也是旧款 这边就是大家见开的新款 这一款我买得迟,所以已经没有黑色了 只可以买着FG色,遲些只会噴黑色 大家见到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想弄一枝靓仔的旧版GENTLE GLOCK 18 那你就需要准备这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弄一枝完美的old school GLOCK 18 好,到这边呢 又到视窗时间了 试一试给大家看看 它韩国牌子的Slide 其实挺好的 它又不太会刮到Chamber 那些位置算是量得很准 这次难得下这么多弹 因为平常我通常都是试几非 因为这次有连法的关系 好,单发先 好,连法 是不是很棒呢 那这次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 希望 你最后一、二条片 就真是以月计了 努力吧 我尽量吧 下次再见 多谢大家